好啦 鄉親啊 繼續來說 這裏投票月春最后的四天囉 台北市長的選戰 超級烈 先來看這個談市中 卡董請對掃家 要在最後這幾天 掃完台北市十二的行政科 第一次由北島出發 兩位正好任的副總統 但建人跟熱情敵 現身跟加持 因為當市長比較沒請對掃家的經驗 他說他要出發進場 有吃台北玩 就是有買酒 有經驗的立委跟議員 加加伯母 這次請對掃家 政府總統 但建人 嚇麥克風 當市長發出 在在戰車上的手 認真打拚 必須打個國務的當市長 我想出走我們這個議員 我們委員都非常有經驗 他都會跟我稍微提醒 十二區都同等的重要 我們照著安排的順序 那一一前往 從此十二區 每一區都要到 說出現做功課 為了預算票 要帶國會議員驚慘 掃完台北在利的行政科 大級行業 初一陣 為北島出發 到前到現場等於副總統 先來到現場 當前選政 教科書 符合這三個重要條件的候選人 就是陳時中 平安順利 迎接最後的勝利 很清楚防疫指揮方的孤獨 和重責大任 當時我就說 阿東出來選市長 我一定全力相挺 讓他不再孤獨 陷阱一天 合體林家梁 掃握車隊 有留不一樣的事 有等健全在地 慰安大升級 三十鐘 三十鐘 主角坐車頭前旁 到三台風請借保雷 後面騎人尾 保標在跟他們保護 另外還有車隊一路隨行 跟他們倒閃 對他為了 主角坐車頭前旁 笑容